那我們為什麼要舉一個22年前的解釋 讓我站在侯老師的角度來猜想一下 因為是侯老師給我的題目 大法官到今天700多號解釋裡面 幾乎只有這一則是針對勞工團結權 針對解釋的自由有很多則解釋 針對勞工有很多則解釋 但針對勞工又針對團結權 針對公會幾乎只有這一則 直到我們台灣人工團結權 在台灣幾乎避免不了373 那當然373今天是700多了 所以顯然是在一半之前了 一半之前你就可以發現 373有它的一些特徵 它的特徵跟今天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373對過去來講是自然而正常 在今天看來是一個非常貧乏的解釋 它的解釋理由又短 不同協同或不同意見書 竟然只有一份 我曾經在輔大法學發表過一篇 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的觀察 有沒有發現最近十年是大法官 協同不同意見書的高峰 平均每一號解釋 協同不同意見書至少在九份以上 不是新北市那個九份 九篇協同不同 至少也是至少最多是17篇 因為覺得奇怪 大法官也才不到17個人 為什麼會有17篇呢 因為有人不但寫了自己的協同不同 還去掛了別人的協同不同 所以更多 而373只有一篇 而那一篇寫得非常短 沒有吟詩也沒有作對 因為大法官很喜歡在協同不同 先來吟詩作對一番 雖然大部分的吟詩作對 都跟他接下來的文章沒有什麼關聯 但是他們蠻喜歡這樣的 這一篇既沒有吟詩也沒有作對 更沒有太多法律論證 比較多的是一些不能說跟法律無關 比較一些我大概會提到 一些這個講到多數意見 令人不安的部分而已 373來講既重要又貧乏 又貧乏 這是我覺得第一篇我先一個感想 接下來就跟大家進行第一篇的報告 好 那麼原因事實實上蠻簡單的 一個申請的是台北市國語實驗小學 國語實想的這個工友 所以是以技術工友任命的工友 讓他擔任警衛的工作 當然他就是勞工當然 那他主張說他的勞動條件不佳 他在每週四十四小時以外呢 還要這個輪流簡單的講 直日班直夜班 每一個禮拜的直日班夜班 竟然可以長達三十小時以上 換言之一個禮拜工時可能超過 如果這樣加起來超過七十幾個小時 在台灣其實並不少見 那如果例假日多 或者是編制少的時候 會更增加 那也不讓他們補修 每小時待遇只有十四塊 這是一九九年的事情 十四塊 因為這樣 所以呢 他們 這是他在釋憲申請書的文字 不是我自己灌的 這文字 他說 因此他要糾結工友 與團結之力量爭取合理勞動條件 因此他籌組台北市教育事業 技工工友工會 這當然到目前為止 不是台灣唯一的技工工友組工會的 至少在開放以前 不是第一次被打回票的 另外一波更大的應該是在19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鄭春琦擔任 台北市勞工局長的時候 大概是在1999年的時候 公務機關技工工友組 那當然也被政局長打回票 當時我記得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台北市政府政局長 推了兩位學者專家 極力反對技工工友可以組工會 一位是王慧玲老師 一位是郭靈慧老師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當時台北市的技工工友 經常提到這件事情 兩位老師不斷的主張 就公會法第四條 公務機關就是不能組織公會 公友也不行 在當時 然後呢 這個 當然被台北市政府否準了 那也為接下來的法院 當然一路否準到底 才會提起大法官解釋 當時的理由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舊公會法 當然是2011年前 舊公會法第四條 明白規定 各級政府行政 我現在停頓一下 即教育事業 再停一下 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公會 所以 舊公會法第四條 只設了三個範圍 這三個範圍的人 是不能組織公會的 那麼在這個案子 我想徵典非常清楚 徵典就是 公會法第四條 到底有沒有違憲 別忘了是大法官 在釋憲 第二是 至少在教育事業的 技工工有部分 一個廣泛的是 第四條到底有沒有違憲 另外一個是 技工工有 而且只有在教育事業 到底有沒有至少在這個部分 有沒有違憲 這個在我們台灣會更特殊 因為我們台灣呢 並不採取歐陸國家式的 裁判的憲法術院 不像韓國 韓國在幾年前修改憲法訴訟法 已經加入了裁判的憲法術院 那我們 至少在目前的司法院的高層 是極力反對 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的時候呢 司法院的蘇永慶副院長 跟幾位學者專家 大戰民間團體 跟一些公法學者 極力反對有裁判的憲法術院 換言之 在我們台灣 不可以主張法官違憲 只能主張法官依據的法律 或命令違憲 那這個就會涉及到 我們在憲法訴訟上 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 就是計判立範圍 到底第一 大法官審理的 要不要受限於原因事實 那這個是有矛盾的 因為你如果不採取裁判的憲法術院 直接指摘公會法第四條違憲 換言之大法官不必只處理 教育事業機構工友 他可以直接處理我們剛剛看到的 公會法第四條全部的條文 理論上應該是如此 那大法官在這個話解釋 究竟怎麼做呢 也可以發現 公會法第四條的具體指摄 是這樣的 它名列了三種產業 一個是政府 行政 一個是教育 一個是軍火 各級政府行政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一定想到公務員 在想到不是公務員的其他人 教育事業也一樣 第一個一定想到教師 在其他人 例如技工工友 例如這個護理人員 甚至例如軍訓教官 當然軍訓教官 他在教育事業 當然不是教育事業的人 這個在台灣的情況更特殊 或其他乃至於軍火工業 大概都是勞工 即便有公務員 大家可以想像的 大部分都是勞工 所以有趣的是 公會法第四條 有一點複雜 就公會法第四條 其實夾雜兩個不同的面向 第一個我們叫功能面向 行政功能 政府 公部門服務 對不起 不是廣義的公務 是狹義公部門服務了 行政 公行政 應該叫一個公 第二當然是教育 如果先讓我們先 暫時忽略軍火的話 我待會的討論 我們就不會涉及到軍火了 就不會涉及到軍火了 就不會涉及到軍火了 然後 就不會涉及到軍火了 在軍火